其实张静真想直接替三水媳妇做决定,合理后回娘家或者干脆自立门户,可三水媳妇自己不想好又没啥本事的话,在这特殊的古代背景下是很难生存下去的,改嫁也不一定就能遇到好人家,三水媳妇的情况比较特殊,她得自己走出来才能有新的未来。 那我学点什么好? 这种话是她第一次问张静,原本家里就有提过这件事,可她没有表达的意愿,也从未仔细认真想过,只想得过且过。 我觉得吧,你可以练舞,这样谁也不敢欺负你,然后你再学个能赚钱的本事,将来还能生存。 练舞?三水媳妇从未想过,可是,她觉得好有道理,如果她会舞,又怎会被人强暴,如果她能一脚把苏三水踢飞? 好,那我就先练舞。 虽然雪下得挺大,导致物价飞涨,但还没到雪灾的程度,人们的生活很快就恢复正常。 张静一看,滑雪场必须干啊,村口有块空地,大概七八亩,张静觉得大小和位置都正合适,就跑去找老村长租地了,因为是村里的地盘,找村长就行,不用找官府。 老村长停给力,直接就帮着办这事了,挨家挨户说明情况,说张静要租那块空地,期限到来年开春开化,租进一两银子。 桃家村七十来货人家,每家分到十四文钱。 十四文虽然不多,但简直就是白给的,没有人会不同意。 哎,张婆子这是又搞啥赚钱的买卖了? 不知道呀,大冬天的,做那破地有啥用啊? 难不成,要懂吃的? 谁知道啊,不过这回可不能小瞧,搞不准又是啥赚钱的大买卖呢。 苏家开始请人了,男的女的都请,活分室内和室外,室内的一天十五文,户外一天二十文。 除此之外,苏家还租了十个农家小院,一家一天给二十文租金。 这些事都是苏四路办的,张静相信他的嘴皮子,也锻炼他领导的能力。 果然,苏四路办得很漂亮,是见啥人说啥话,有那遗憾自己房子没被租的,苏四路安慰他。 我这是要请城里人过来吃饭的,你家那房子太破了,直露疯的,你叫人家咋呆,环境不好,人家不来了。 那华原厂不就得黄了?黄了的话,还咋请你们做工?不请你们做工,咋赚钱?那不就都完完了? 现在你们还能做工,每天还有十五文,二十文的,多好的事儿。等赚了钱,明年把房子都修一修,再有这好事儿,是不是就能轮着了? 放心,有我在呢,好事少不了你们的,你们只管给我忙就完了。 他跟那些房子租出去的人说。 诶,可不能给我掉链子啊,要是干不好,只能撤掉,到时候啥都没了,那我的脸把哪放?我还跟我娘大力推荐你们呢。 跟那些请来做工的人说。 这回要是还能干得好,好处少不了你们的,你们只管好好干。 总之,全村人都被苏斯鲁打了鸡血,一个个斗志高昂得很。 忙活了将近十天,滑雪场成行了,全家都挺激动的。 娘,咱这儿是不是明个儿就能开业了? 不急,宣传还没做呢,明儿个你去你老丈人家, 把他们都请过来,还有思路,你帮着去你三嫂家跑一趟,让他们也都过来。 咱家一大家子好好聚聚,先自己人好好玩玩,等到开业了,人太多就顾不上了。 哎,哎。 这是真的吗?他都几年没有看见亲人了。 等人来了,你们好好聚聚,留他们在这儿住几天都行。 我也是过来人,女人一旦出嫁了,和娘家相聚的日子就越来越少了,别看你们都还年轻。 搞不好,一辈子能见面的机会,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。 所以,趁着现在,能见就多见见。 二和媳妇也是,以后我都不拦着你们,想敬笑就敬笑, 现在,你们手上也有钱了,想给爹娘买点啥,就买点啥,别等人没了,买纸去烧,有啥用。 今孝是人活着的时候,不是死的时候,死的时候哭两声,烧点纸钱,那都是给外人看的,一点用没有。 媳妇,你有爹娘不? 我没有。 你怎么会没有呢? 我也不知道,反正没有。 不,你有,我娘就是你娘。 嗯,你说的对,那我跟你一起孝敬娘。 当家的,现在咋娘可真好。 奶奶真好,爹,娘,生男以后也要孝敬你们,还要孝敬奶奶。 超男也是。 苏明月回屋,脑子里也一直在回荡着张静的话,嘴中拿起了她才绣了一半的手帕, 孝敬不是嘴上说说,孝敬得行动。 苏财侠回屋,静孝不是等到人死了才去烧纸啊。 她好像真的没让给娘过什么,要不她给娘织个围巾好了。 金宝,你说,爹咋把这事给忘了呢? 连二伯都知道尽孝,给你奶买个木簪子,我咋就没想起来呢。 小金宝咯咯咯地笑着,表示不懂。 不行,苏财进城,我可得好好选选,给你奶买点啥。 张静不知道,她的这些话,竟让孩子们开始想着给她静笑了。 没有三水媳妇,心情不一样。 她回屋后,坐在床前,盯着童庆中的自己好一会儿。 她伸手摸了自己的脸,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。 怎么办,她已经不会笑了,如今她脸上只剩下冰冷。 爹娘若是看到…… 不,不能让爹娘看到她这副样子,对着镜子试着挤出笑意,可眼泪却是止不住的流。 最终她趴在桌上嚎啕大哭。 为什么,为什么…… 两个亲家来得都挺快,基本是前后脚道的。 二和媳妇娘家来了三个人,沈母沈家大舅哥和她儿子沈来福。 估计也是怕给添麻烦,就没托家带口的,出了三个代表。 到了,更是一顿感谢张静的帮助,只让沈来福给张静磕头。 张静能说啥,赶紧让孩子起来,说什么没事儿啊,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话。 三水媳妇的娘家来了四个,三水媳妇的爹娘和弟弟妹妹,他们四个就很拘谨了,比沈家人还拘谨。 毕竟沈家是得知闺女在苏家过得越来越好,知道张静变了的。 而三水媳妇的娘家郭家人,整日里窝在小山村,什么都不知道,他们只知道闺女是被抢的,闺女被毁了,他们害怕苏家。 苏四路跑去接人的时候,他们都是懵的,不知道老苏家要搞什么鬼。 但,这是个见面的机会啊,他们实在太想念了,于是乎跟着来了。 张静知道,他们有一肚子话要说,于是也不磨叽,给两个亲家互相介绍了下,再说些客套的话,就以准备饭菜为由,让他们各回各房闹了。 闺女,你婆婆真是变了呀,就你说清那会儿,娘瞅着呀,她就不是个善茶,面相挺刁,可尖儿可见了,面善了呢。 是啊,我那天看见也是吓了一跳,还有妹妹你,别年轻了呢。 大姑变好看了,我婆婆现在对我可好了,还给我们发零花钱,也不嫌弃盛男超男士丫头了。 娘,你看,这些都是我婆婆给我的。 你现在过得好,娘就放心了。 当初见你婆婆面饿,娘也是怕你受欺负,可你年纪大了,总怕你找不着好的了。 好在现在好了,儿和爱也能干。 娘。 不哭,不哭,高兴的狮子,这你爹啊,就是身子骨不好,要不然,他也能来。 大姐,我们好想你,大姐也想你们,爹,娘。 郭父郭母简直累奔。 快别哭了,别让他们听见,再给闺女添麻烦。 爹,娘,你们这几年过得好吗? 好,我们都好,不用担心我们。 要是你,过得好吗? 他们对你还好不?那苏三水还欺负你不? 瘦了。 娘,我也很好,你们看我这屋子,啥都有。 苏三水,她对我也很好,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买东西。 三水媳妇报喜不报忧,不想让家里人担心,可她装出的样子怎会骗过爱她的家人。 都是爹没能的呀,弄不死那个混蛋,让你跑这儿来受苦。 大姐,你等等我,再过几年,等我长大了,我肯定弄死那个混蛋。 三水媳妇的心都在滴血了,她不能让家里人再替她担心。 爹,娘,我真的没事,他们对我都很好,你们看我还开始认识了呢,我婆婆还给我零花钱,这屋里的菜是我和小姑子一起种的。 三水媳妇和二和媳妇一样,啥都网出拿,但她是为了骗过家里人。 要是对我不好,也不能把你们叫来啊,我婆婆说,今孝得趁早,见面的机会少,让我以后多走动。 真的? 嗯,娘,真的别担心,等会吃完饭,带你们去滑雪场,好好玩玩。 娘,我是真的想开了,想想,嫁人不也是这么回事,只是我和苏三水提前办事了而已,嫁给别人,估计也就这样,或许还没现在过得好呢。 这是她出嫁后,第一次见父母,为了不让父母担心,她一次一次说着违心的话。 想开了吗? 根本没有,她无法原谅,根本走不出去。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父母,安抚家人,可她的掩饰太过拙劣,郭父郭母全部看在眼里,知道闺女难受,知道闺女是为了不让她们担心,那她们就装不担心吧。 二房聊得很快,没一会儿就出来了,想要帮张静干活,张静没让,瞧那样子,有话要说,但是欲言又止,张静便放下手中的活儿,给了她们这个台阶。 秦家母,走上我屋去,咱们唠一会儿。 哎,别啊,你忙你的,不用招呼我们。 没事,饭菜都准备得差不多了,剩下的还怎么弄就行,正好我也歇歇。 秦家母,是有啥事儿? 没有没有,这不是怕她晚了,回不去吗? 哎呀,才刚来,走啥走的,这我还想着留你们住几天呢,家里也不是没地方住,都不是外人。 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。 不麻烦不麻烦,都不是外人,你们今儿个都住下,听我的。 秦家奶奶,我乃是想说。 来福,你闭嘴,大人说话,哪有你小孩插嘴的味儿? 哼,沈子,孩子不懂事儿。 你们呢,有话不说,愁把孩子急的。 来福,别听你爹的,你想说啥,跟张奶奶说,我都听着呢。 哎呀,秦家母,真没啥事儿。 我乃是想问,你那个红枣茶,能不能让我们家拿去卖。 沈来福到底是没受威胁,把话都说了,他也是真着急,家里欠了那么多的银子都是他的错。 你这孩子。 秦家母,让你看笑话了,这孩子也是着急,他那是家里前前后后花了十来两银子,有十两还是他大姑父借的,这不是也着急上火的,想还钱吗? 可有没有赚钱的地方呀,刚刚呀,在大姑那屋,就看着你那红枣茶了。 秦家母,你也知道,我们早花村别的没有,就这红枣多,今年产量呀,还挺高,家家都剩了不少,都没卖出去,这要是能做成你这红枣茶饼卖一卖的话,咋说也能赚点。 哎,你就当我舔着脸跟你提了,你们要是不做这买卖的话,能不能让我们来做? 你放心,赚的钱大头全给你呀,我们就当给你做工。 你要是不同意,那就当我没说,我们也绝对不偷着干。 红枣茶?张静想起来了,是她用红枣枸杞,红糖浆丝做的红枣枸杞,专门给女人喝的补气养血。 尤其大姨妈来的那几天,喝这个是极好的。 哎,秦家母,你说这些话就见外了,我们家也不靠这个赚钱。 你们能靠这个赚点,我高兴还来不及呢,咋可能不让你们干? 又不是外人,你们赚钱了,日子过得好了,那二和两口子,不也跟着接光? 省得他们还总担心你们的,也怪我,没往这方面想,早该让你们干这个。 张静得一番话,可是让二和媳妇感动,她又要掉金豆豆了。 娘。 快别哭,让人见了,好像我这个当婆婆的欺负你,我可是把你当亲闺女养的。 沈母也有点要哭了,没想到自家闺女这么的受宠。 这下,她是真的放心了,这一趟没白来呀。 沈家大舅哥和沈来福也都很激动,就差抱着张静感谢了。 沈家母放心,等赚了钱呢,大头都给你,我们就拿个工钱。 哎呀,不用,都是小事,这你们不说,我也不能干这个。 赚多赚少的,你们自己拿着吧,咱们两家都是实在亲戚,咱们处得好,二和两口子,不也就好了? 他们俩不用处理家庭矛盾,光顾着努力干就行,你说,是不? 是是是,请家母说的是。 对了,咱们往后好好处着,多走动走动,没准将来老了,咱们还是有个伴儿呢。 张静特别羡慕自己的爷爷奶奶,老老老爷,他们四个的关系就非常的好,老了凑在一起打麻将, 虽说也会为了谁虎五条谁打二饼而争吵,但那是老年的快乐,年轻人只有羡慕的份,爷爷总是吐槽他。 想有这份快乐,赶紧嫁出去。 张静想说这回不用嫁,也能有了,他可是四个儿子,两个闺女,麻将都能凑好几桌的。 蒜苗土豆丝会汤,韭菜炒鸡蛋,干扁豆腐,豆芽炒粉,主食白米饭。 另外给两个男士准备了两坛子酒,就这配备,大家伙吃得能不满意吗?乐乐呵呵地吃完,然后就去滑雪场了,沈家人玩得很开心。 嘿嘿,姥姥姥姥,来做这个。 姥姥姥爷,我带你做这个。 哎呀,我这老胳膊老腿的。 嗯,不满不满,就让姥姥带。 哈哈,娘,好玩吗? 好玩,魁妮婆婆想得出来,这肯定能赚钱。 郭家这边就挺拘谨了,没有沈家人话多,而且越呆越发现。 苏家挺有钱,吃得好,穿得好,住得好,不像他们,穿得单薄,还全是补丁,就这,还是他们特意选的补丁最少的。 再看张静,说话办事都挺利落,对待他们也非常的重视,吃饭的时候也是一个劲儿的让他们吃,更是给他们一家人空间相处,弄得郭父郭母都要产生错觉了,错觉闺女嫁得不错。 说,沈子,上我这边来,我教你们怎么玩。 郭父郭母望过去,多好的小伙子,接他们过来的时候,多么的热情周到。 再看看那边,苏家老大虽然人傻,但也傻得可爱,对媳妇儿好得很,还有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苏家老二,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人,怎么就他们闺女这么倒霉,嫁了个最差的呢? 嫁哪一个都比苏三水强啊? 爹,娘,走吧,咱们也去玩,好不容易来一趟,高高兴兴的。 哦,好,高高兴兴的。 郭家人这才开始玩,也因为滑雪挺好玩,一家人渐渐露出笑脸。 大剑,你坐上来,我推你。 爹,你推得太快了。 撵上去,抽雇他们。 短暂的快乐,让三水媳妇忘记了内心的痛苦,失去笑容的她,也头一次,展露笑意。 这她自己没注意,但张静注意到了,她觉得她这事做对了,本想留他们多住几天的,可第二天一大早,郭神两家就都来辞别,张静咋也留不住。 郭家觉得一家四口一直住着,太给人添麻烦了,也耽误苏家滑雪场的开业。 娘,你看,这是啥?送你的,喜欢不? 买这玩意儿干啥,我也用不上,多浪费钱,你有钱自己留着,攒着。 娘,你以后肯定能用得上,你看这首饰盒大不,当将来我挣了大钱,绝对帮你把这里面添得满满的。 就你会哄人,那我可就等着了,我看着你啥时候能把我这首饰盒填满。 娘,你别不信,肯定有那么一天。 娘,这是我给你吃的围巾,你快试试。 娘,嗯,这个闺女也越来越贴心了。 收完了苏彩霞的礼物,苏明月的礼物随后就到了,是个绣着兰花的手帕,看到那绣工张静都惊讶了,这才多久,就学会绣了。 看来刺绣师傅的事儿得安排起来了,一下子收了好几个礼,张静这心情好得不得了。 有种啥感觉呢?就仿佛自己到了老年,儿女们一个个拎着东西上门,开始静笑了。 兄弟姐妹纷纷送礼,这事儿到底是让苏大山知道了,她急的呀。 媳妇,他们都送娘东西了,我们送啥? 我也不知道啊,娘喜欢啥,你好好想想。 我知道了,娘喜欢蛇,她以前就说她喜欢蛇,让我上山去给她抓蛇。 真的吗,那我们就给她抓一个。 嗯,那咱们先保密,到时候给娘一个惊喜。 张静还不知道,她是个傻儿子,因为张婆子以前的话,要做傻事了。 霹雳啪啦的鞭炮声响起,苏家的滑雪场开业了。 来来来,大家排好队,不着急,都能玩上。 五十文一位,什么项目都能玩,保证你们不需此行,体验冰雪世界的快乐。 交钱的,别忘了拿手环,绑到手上,这一整天可以随便出入。 上个茅房或者有事儿想出去,只要凭手环就能进来。 要是饿了,就到村里,我们滑雪场还有专门吃饭的地方。 你是想吃烤串啊,还是吃烤鸡啊,都有。 你们想自己烤也行,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 要是有啥事儿,就找衣服上带着这个的人。 这就是我们滑雪场的人,要是渴了,那边还有免费的热水喝。 玩的时候,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,安全第一,别急,排队玩,都能玩上。 巴拉巴拉一大堆,倒是把张静给取代了。 张静乐不得的,他还不爱喊呢,站在哪里? 张静乐不得的,他还不爱喊呢,站在哪里? 接待接待熟人,可不就是不少熟人吗? 卖鲁串的时候,讲故事的时候,可是不少人天天来捧场的。 我一听要搞玩的地方,立马就过来了,这些天可把我憋坏了。 可不是吗? 我也一听你,想着肯定能好玩,立马过来看看。 你这婆子,咋想法这么多呢?我听说好分清的浑小子都不咋玩了,整天忙得很,跟着你赚了不少的钱。 是啊,下回有这好事,你叫我们呀,我们不比好分清那小子差。 都是爱玩的人,彼此也都认识,不是这家的公子哥儿,就是那家的小少爷的。 哈哈,老远就听到你们说我了,你们能跟我比?我可跟大婶关系好着呢。 哎呀,你这人真不经说,一提你,你还来了。 忙啥呢,这两天?我还能忙啥,往那赚钱呗。 大婶,恭喜啊。 来就来呗,拿啥贺礼啊,外道了不是? 那不一样,这种好事必须庆祝。 赶紧进去玩吧。 大婶放心,这帮人我指定帮你招待的,明明白白的。 好分清仍然是狠自来熟,排队取了手环,就带着大家进去了。 老远还能听到他的说话声。 到底还是你和大婶关系帖呀,我们这儿连个贺礼都没带。 那可不,你们能跟我比吗?又把你能耐上了。 哈哈哈哈。 没一会儿,滑雪场就来了不少的人,张静目测一百来个, 大部分都是男士,也有带老婆孩子来的。 大家玩得高兴,整个滑雪场里不是喊声,就是笑声。 张静看着都觉得无比的有幸福感。 最重要的是,他看着钱了呀,光是门票,就好几两的银子了。 这不是几天就回本了吗? 这帮人若是再吃上一顿烧烤,那他就更回本了,想想就美滋滋的。 见这边一切正常,张静又赶紧回村里,去雇的那几个农家小院,挨家看看,嘱咐嘱咐,别在最后上吊链子。 若在吃上,也把这些游客哄得乐乐呵呵的,那张静这滑雪场办得就完美了。 老张婆子,你放心吧,我们都整好了,就等着那些客人来呢。 对,你放心,我们肯定好好整,把人留住,让他们还想来第二次。 没多久,这些农家小院就慢慢的伤来人了,人是苏四路给带来的,安排的又明明白白的。 咱家的口串可是一绝,等会你们吃上就知道了,来来来,上这屋,这屋暖和,自己口的话就在门口。 吃得好了,你们还可以打包带走,咱家的口鸡可和外边的不一样。 安排了这桌,安排那一桌。 热的话,尝尝咱家的绿豆雪糕,还有冰粥,这你们在外边肯买不着。 大冬天就是好,天然大冰箱,制冰也不费劲。 张静就做了一些,能卖就卖,不能卖就自己吃,可没想到客人们不少点的反响还挺不错,苏四路高兴啊。 娘,可真有你的,咱这一天能卖不少。 第一天,十个农家小院都爆满了,别关顾着招呼,忘了认字。 娘,你放心吧,我早有准备,肯定不耽误认字。 你看,左个学的,我都让小叔帮我记下来了,我这就给你读读。 然后,就在那一边看一边读了。 这不知道的,还以为他要考状元呢,这么的用功。 跟着忙了一会儿,也挺冷的,张静就想回去烤烤火,毕竟大冷的天气也不能长时间待在外面,只路过赵一家的时候,到底是拐进去了。 赵一家也被他租了,正好好愤青领着的人在他院子里烧烤呢,张静想过去招呼招呼,可哪知刚进院就听到他们在聊了。 啊,刚刚那小伙叫苏思路,之前摆摊那个不叫苏二合吗?那苏三水跟他们是啥关系?苏三水?谁啊,你认识? 嗯,认识,整天长在美香院,是红牡丹的小青狼,大人可不咋地,聊这个聊那个的,一点不安生。 我可听说,除了红牡丹养他,外面还有好几个养着他的,也不知道他有啥好,不就是靠着一张好看的脸,实则啥也不会。 哈哈哈哈,我看你是嫉妒吧,人家会那啥就行呗,有人养,谁还努力了? 我嫉妒他,我又不是没钱,我可不用女人养,我是养女人的。 你知道不,你和他们家人熟悉? 好凤青不知道啊,别看他爱玩,但是他不出入那几个风花雪月的场所,根本就不认识苏三水,而且,来过多次,也没人跟他提过苏三水。 要不,问问赵毅吧。 刚说完话,一抬头就看到了张静,好凤青有一点尴尬,这要是真有点啥关系,多不好。 苏三水是我那不争气的三儿子,这话一出,所有人都惊得下巴要掉了,为啥呀? 有个这么厉害,又会赚钱的老娘,咋就飞出去在外面搞那些个老女人包养呢? 心里这么想,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。 刚还讲苏三水的人,立刻改了话。 可能不是一个人,要不就是我弄错了,肯定是我弄错了,你别往心里去啊。 是一个人没事儿,我不介意,确实是我儿子不争气,我就想问问,你最近见到我儿子苏三水没?我这个儿子好长时间没回家了,我这儿当娘的也担心啊。 诶,你别说,我还真听说一点儿,听说她跟那个外地来的富家小姐走了。 要说她咋听说的,跑去美乡院了,想睡姑娘,刚好点正,点着了红牡丹,两人办事的时候说点小话。 我用你的小情郎厉害不? 其他干啥,人都跑了,三百来斤的大胖子,看不把他压死的。 张静是真没想到苏三水竟然被包养,还跟人跑了。 多谢了哈,娟哥,你们玩的都咋样,吃的行不行? 行,太行了,回去可得给你好好宣传宣传。 是啊,你这儿整得真不错,我们这儿平时上哪条街玩? 这一到冬天就没有地方玩了,只能窝在家里,这回可好了,要是家里来个客人啥的,都领你这儿来。 你这吃的也整得挺像样,虽然在外面烤肉串冷点,但是这气氛真是不错,你说你咋这么会弄的? 张静心仪也算是有了底,继续办下去绝对错不了,银子哗哗地往兜里来。 又寒暄了几句就回家了,结果到家,就看着三水媳妇在院中。 听见了? 嗯,听见了。 不回来更好,省得她回来烦你,你先在家练练舞,甩鞭子啥的,等她回来收拾她。 我这儿正给你找着女师傅呢,等找着了,就让女师傅过来教你。 这几天,你也好好想想,我上次的提议,你要想好了,我肯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。 嗯,三水媳妇点点头,便回屋了。 回屋后,她重重地松了口气,因为不用面对苏三水,能拖一天是一天。 她其实心里非常的清楚,就算她真的离开,也得是苏三水回来,她确定再也不会被威胁,不然的话她根本走不了。 三水媳妇还在这儿松口气呢,可她却不知道苏三水已经在回来的路上。 娘,数数吧,看看有多少银子。 是啊娘,快数数,我赚了多少。 行,那就数数,去把秤拿来。 苏二和赶紧去取秤。 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,十六。 五个,七个,八个,七十。 十五,十六,十七。 你们别出声,我这都数错了。 你这不也出声了,哎呀,我这又白数了。 这才多少钱呢,将来要是赚了大钱,你们还数不过来了呢。 娘,要是真赚大钱,我宁可不睡觉,也数出来。 你可别变成小财迷。 娘,谁不爱财啊,不信你问他吗,谁不喜欢钱吗? 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你们可以爱钱,人人也确实都喜欢钱。 因为钱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日子,可以吃饱穿暖,可以让我们见识更多没见过的东西。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一点,不能为了钱,什么坏事都做。 不能有了钱,就牛气了,各种瞧不起别人。 你们必须是在不坑害别人,不犯枉法的情况下,用自己的真心和努力去换取你们应得的钱财。 那样,你们才是最值得人尊敬与佩服的人。 大家聊到你们时,会竖起大拇指,说声那小子那丫头很了不起。 但你们若是总是想着不劳而获,坑蒙拐骗,那你们不但得不到大家的认同,只会是受到大家的唾弃。 就比如思路以前,谁见了,背后不都说那小子光知道赌钱。 你们看谁现在还说了,都是说思路现在有出息了,人模人样了,这也跟做人一样。 总之,你们做什么事,都得先做人,明白吗? 明白了。 二合,把称拿来,咱们继续数钱,孩子们着急呀。 多少? 娘,有两斤没?两斤四两?这么多吗? 张静点点头,两斤四两就相当于二十四两银子呢,那还有一大堆的铜板没有数,咋也应该还有个几两。 快数数,这些铜板有多少? 不用数了,称一下,知道个大概就行。 七十五个铜板,大概是一斤,张静早就称过了,于是乎大家噼里啪啦网称上桩铜板,结果一称中竟然有十斤。 娘,十斤是多少? 大概七两半。 天! 二十四两加上七两是多少? 然后,张静就看着苏尔和他们再掰手指了,掰了七个手指头。 二十五,二十六,二十七。 张静无语,算数推满,必须学起来。 三十一两,孩子们都惊了,一天就这么多钱吗?这要是开到过完年,那得多少?脑子又转不过来了,反正是老鼻子钱了。 这只是毛利,咱还有本钱呢,天天请那么多人干活,还有盯那么多吃的,这不都是钱吗? 娘,要我看,咱那滑雪场能活,没准人会越来越多。我听他们聊天,说咱们这地方好,要帮着咱们宣传到府城的。 说不定,过几天,周边的人听说了,都过来玩了,那咱们这农家小院都不一定够用。 苏思路这小子,心思可多了,没白招待人耳朵记事,这也就是他现在身份有点低,是个老农,没人家有钱,若是他们家能更上一层楼, 张静敢说,像苏思路这种,绝对是跟人家打成一片了,再观察几天再说,赶紧收拾收拾,准备吃饭了。 对了,你们大哥大嫂呢,怎么没见着呢? 没作业,是不是跑哪儿玩去了? 你们谁,上隔壁看看,是不是跑赵一那儿去了,喊他们回来吃饭? 我去? 这边都吃完饭了,苏尔河才回来,他急匆匆的。 娘,大哥大嫂他们不在村里,我都挨家问了。 啥? 这下张静有点慌了,穿越来这么久,俩孩子也没出过村呢。 听人说,他们一早就出村了。 啥?大哥大嫂出村干啥?难道是去城里了? 明月彩霞,在家带三个孩子,其他人赶紧多穿点,出去找人,你们大哥大嫂不认识路,说不定走不回来了。 盛男超男,你们两个在家要听话,不要乱走,不要给你们大姑小姑添麻烦。 爹,我们看见大爷大娘了。 你说啥?在哪儿看见的?他们上哪儿了?你们大爷大娘数不定走丢了,回不来了,你们要是知道,赶紧说。 爹,我们不知道大爷大娘具体去哪儿了?就听大爷说,要去抓什么东西送给奶奶。 二和两口子赶紧出屋,把这事告诉张静。 娘,你快想想,大哥要去抓啥呀? 突然间老张婆子的话就闪现在了脑海。 大山,幽岩山上有一种漂亮的蛇,你去抓给娘,娘最喜欢那蛇了。 张静的脑袋轰的一下。 烦了,你们大哥大嫂,是去幽岩山上抓毒蛇了。 这一会儿上山抓什么蛇,大冬天的哪儿有蛇。 是啊,在想到抓蛇了呢。 唉,张静叹气,还不是老张婆子这个老妖婆搞出来的。 二和,跟我去找人,其他人都留下。 四路,你明儿个看着点滑雪场,刚开,不能每个人照应,二和媳妇赶紧找吃的,给我们带上,有啥吃的带啥吧。 娘,还是我去吧,你留下。 谁也别让,都听我的指挥。 我跟沈子一起去,放心吧,不能有事。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好,然后出发。 天都黑了,个小毛驴儿却在路上跑得贼快,直奔幽岩山。 一路上张静还时不时的喊几声,就怕错过了大山两口子。 沈子,你先别着急,我进山去找找。 这附近往南走,有个下家村,他们村里有几个专门打猎的,你去雇他们,帮忙上山找人。 这黑天瞎火的。 别,咱们一起雇人,等会儿一起进山,两两结伴,咋也比一个人强。 可别人没找到,再丢一个,我可不允许。 赵义拗不过,于是跟着一起去雇人了。 大半夜的,把人家村里人都弄起来了,雇着几个猎户,还有几个猎气大的小伙子。 这回,大家组队进山了,大家也都不敢喊,怕喊声引来猛兽。 就这么分头找着人,若是真的来这山里,一天一宿,得动成啥样了呀?张静不敢想。 娘,大哥大嫂肯定不会有事的,大哥都上山打猎多少次了,除了上回,每次都安全回来了。 这回肯定也没事,你先别着急。 两个人都不知道走多久了,腿都动得快没知觉了,就这样走到了天亮。 张静,都快绝望了。 突然,一个声音传来。 娘。 那是苏大山的声音,张静简直喜出望外,连忙回头,寻找大山两口子的身影。 娘,对不起,本想给你抓你最喜欢的蛇的,可是一条蛇都没碰见,只抓了只小狗给你。 张静的心忽悠一下,甚至后退两步,差点没摔倒。 这哪里是小狗啊,分明是小狼崽子呀。 大哥,你快点。 啊呵。 张静用眼神示意,苏尔和立刻瞄懂,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。 娘,这小狗可厉害了,我抓了好久的,让它回去,给咱家看家肯定行。 你要是喜欢蛇,以后我再给你抓蛇。 娘,真的,我相公抓了好久的,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 可是实在没抓到蛇,你就收了吧,不然大家都送你礼物了,就我们没送。 张静不知道说啥好,这哪里是惊喜,简直是惊吓。 可是又没办法说着俩孩子。 张静有种不祥的预感。 大山,你送娘的这个小狗,娘很喜欢,只是它生长在这大自然里。 习惯了这种日子,不想到人多的地方,不想被束缚,咱们把他放了,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,怎么样? 苏大山转了转眼珠,有点不舍的,这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,才把这小狗抓到的。 你的心意,娘都领了,娘也特别开心,你能送娘礼物,但娘觉得放生更好。 你想啊,她也有家,有父母,有兄弟姐妹,你让她一个人单独出来,去个陌生的地方,她也是怕呀。 如果是你,你不害怕吗? 你所得离开咱们家吗?和我,还有你的弟弟妹妹没分开吗? 我不想,最近娘好好,弟弟妹妹也很好,我都能吃饱饭了,我也没挨打。 她的话,都让张静心酸了,耐着性子,像哄孩子一般。 那,咱把她放了,好吗? 好。 苏大山把狼崽子放下,狼崽子嗖的一下就窜了出去, 只刚窜了几步,她就回了头,看向了张静。 张静的心又咯噔一下,就有种错觉,狼崽子在记忆她的容貌呢。 沈子,我们下山吧,大家看见我发的信号,就都会下山了。 到了山脚下,大家都会合在一起了,人全了,都没啥事,张静也就放心了。 并没有着急回家,而是找了个农户,先取取暖。 冬天太冷了,上山打猎多危险,你没看赵义,她冬天都不去嘛。 以后可不能再去了,就是夏天也别去,太让人担心了。 以后你们想上哪儿,跟家里说一声,我赶着旅车带你们去。 大山两口子也后怕了,实在是山上又冷又饿的,连连答应着。 取暖了好一会儿,把湿了的衣服都烤干,大家才赶着旅车回家的。 只张静不知道的是,旅车后面,跟着个小身一样。 知道你们都小心,想着送我礼物,娘特别的开心。 你们呢,都长大了,知道想着别人了。 但是吧,娘要告诉你们,娘不求别的,啥礼物都没有你们的安全来得更重要。 娘的期盼也不大,就是你们这帮人整整齐齐的健健康康的,长命百岁就行。 咱不求这个大富大贵就出息,咱就平平安安,快快乐乐能生存,能赚点小钱,这就是大福。 所以说,想大山两口子这种错误,不能再犯了,以后你们谁出门,去了哪里,都得跟家里说一声,危险的事情更不能做,知道吗? 知道了,娘。 知道了,娘。 大山两口子低着头,情绪低落得很,小孩心里嘛,知道犯错误了,惹事了,怕挨罚,张静想想,是得罚一罚,不能因为他们俩智力低下就不乏,免得没记性。 这次,又多亏了赵义了,咱家每次有事,人家赵义都是帮了不少的忙,这样吧,咱家不是还有一些毛线吗,罚你们俩给赵义织绅毛衣毛裤吧,这也算是感谢感谢他,过年了,穿身红也喜庆。 娘,行,那我们给赵义织毛衣毛裤。 娘,那我们也不会织毛衣啊。 我帮着你们,对,我们都帮着你们弄,就按照给盛男超男制的那种加大,应该就能行。 是吗,那到时候你们教我们。 两日后,村里老赵家娶媳妇,张静去喝喜酒了,回来的时候发现大山两口子在和超男盛男玩过家家。 一拜天经。 大爷,大娘,对,就是朝着门口拜。 两人转头朝着门口,结果就看见站在门口的张静。 娘,你回来了,你看我们这样对不对,是不是拜堂? 娘,新娘子好看吗?新娘子好看,你也好看。 娘,你快帮我们看看,这样是不是拜堂? 我听说,只有拜堂了才能有小孩。 我和我媳妇还没拜过堂呢,不拜堂就没小孩,天天睡在一个被窝,不管用。 这话一出,张静瞪大了眼睛。 大山两口子已经考虑到要生小孩的事了吗? 还天天一个被窝睡觉? 娘,你快帮我看看,这样拜堂对不对? 对了,还得拜高堂,娘,你坐这儿。 大山,大山媳妇,拜堂得穿喜服,化美美的妆,积大红花,全家人都看着。 现在这样啥都不全,要不这样,明儿个娘进城,娘给你们准备准备,然后选个日子,让你们俩正式拜个堂,如何? 真的吗? 好业。 哦,大爷大娘要拜堂了,大爷大娘要拜堂了,我们去告诉娘。 大山,大山,是谁跟你们说一个被窝睡觉的? 是我以前听烧火的婆子说的,说一个被窝睡觉会有小孩。 那,你们一个被窝睡觉是怎么睡的? 怎么睡,就躺着睡啊。 张静汗颜,他觉得他有必要问得细致一点。 那,你俩抱着睡没? 没有。 盖着被窝纯聊天,那铁定没小孩儿呀。 你俩真想要小孩儿吗? 嗯,他们都有小孩儿,而且思路也说了,媳妇的生小孩儿。 张静此刻恨不得掐苏思路了。 不过想想,大山两口子确实得有个小孩儿了。 前两天,两人跑到山上的事儿,张静到现在还后怕呢? 这是他在,这个家还没分,可若是以后,他不在了,这个家得分。 那大山两口子跟谁,谁能照顾周到? 若是他们有个小孩儿,那肯定就是不一样的,他们就可以自立门户。 两个人都是后天才变成现在这样的,生出的孩子大概率会是健全的。 只如何生小孩儿这件事,张静要如何传授呢? 此日,张静就带着大山两口子进城了,去了专门卖婚庆用品的地方采购。 先买东西,买完东西,你们好好逛逛。 娘,这个好看。 这个也行。 这个也不错。 张静无奈,最后还是他帮着选的,你们这儿有没有教人洞房的东西,书啊,画啊什么的都行。 哎呀,这可真是不巧了,都卖没了。 卖没了?张静有点遗憾,他还想着让大山两口子自己看小人书来学习呢? 不过,你去前面路口,乐群书寺那里,他们哪应该有?